8.32K 海賊王DIY日記 蛤 你说海賊王什么时候 要教大家电路板怎么修哦 我怎么知道啦 上次就已经跟他说了 一直有人在问哦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啦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电路板的维修 看起来好像很难 其实又不是那么的难 它只需要用到一些简单的知识 加上一个普通的三用电表 当然还要花点一点点的时间 走我们来试试看 如何使用三用电表做电路板的维修 我们从这里开始 好我们先来一块电路板 修版的第一件事呢 先认真观察一下 记得要拿放大镜哦 说不定会剪刀枪 接着呢 仔细的给他闻一下 说不定会找到送分题哦 不要怀疑送分题都是这样来的 你看 骨包的电容 这个烧焦的电阻 鞠躬尽瘁的晶体 脑洞大开的固态电容 相信我 这些问题绝对 看得见摸得着也闻得出来 这些都是送分题 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没有错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还有以下三点 可以增强你的实力哦 首先哦 这个小时候爷爷都已经有跟你讲过了 没事都读书 但是哦 你也不用去挑那个很难的 大概高中值的基本电学就可以了 还有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电脑一打开上网查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如果你不喜欢读书 也不愿意查资料的话呢 来看这个阿伯说书 也是有帮助的哦 这个这个 对就是这个没错 哈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只要知道 单一元件的特性 大概就可以完成50%以上的 电路板维修哦 其实一块电路板上面 不外乎就这五种元件 首先是一定要导通的 保险式数据电盘 接着是有一定数值的 电容以及电阻 另外还有撑起 现在科技半边天的 这些东西都有基本方法来做好坏的判定哦 嗯 嗯 阿伯你你跟阿财今天看起来太呆滞了吧 哈哈哈哈 你看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保险师 还有这些也是 但是它不管长什么样子 只要挂上保险师两个字 正常的状况都是要导通的 所以检查保险师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三用列表拿出来 开到风鸣档 你看像这样子 开始嗶嗶叫 这个保险师就是好的 很简单哦 来再来逼一次 这时候心里一定要想 我会我会我会 这个我也会 来我们再来换另外一个试试看 这个已经电路故障 保险师烧掉了 你看一样是风鸣档 按下去就是没有反应了 然后又学会了对不对 这些都是电感 这边这个也是传统高功率的电感 电感这种东西跟保险师一样 基本上导通就是好的 来我们实际上用三用电表来测试一下 之前那一支电表坏掉了 来我们这一支新的 其实我也不太熟悉这一支电表 没关系我们来试一下 好使用风鸣档电感测试开始 也没有开始逼了 这边显示电阻值0.2欧姆 好我们换这个黑色的弓形电感 你看它又响了 所以这个电感也是好的 这种黑片上面也是有电感 这种黑片上面也是有电感 我们从上面直接就可以测试 来看一下 有没有 通了 好又通了 好这个也是一样 都OK 像这种大头变压器啊 其实它也是一种电感 我们来量一下看看 有没有 其实这些会导通基本上都是好的 这种东西会坏吗 有啊 我们修那个分离式冷气的电路板 有没有 不是就找到好几个坏掉的 好一样 好一样封名档调好了 来给它测试一下 有没有 稍断的不会通了哦 所以这个电感跟那个保险是一样 基本上坏掉就是不会通了 好 现在我们稍微进阶一下 看这些有参数的东西 我们先看这种电容类的 这个是100μF的电解值电容 固态电容270μ 各位看官逼雪聪明 旁边两个就不说了 陶瓷电容贴片 基本上没有参数 嗯啊 没有参数是要怎么办啊 通常我都是找线图 不然就是用拆的啦 啊 还只有你用拆的哦 你妈小声一点啊 哈哈哈 但其实这个不会很难判读 一般大概都是短路 好来我们来实战一下 之前有一个朋友拿LED测试仪的碳棒 直接去插100亿 然后就到我这边来 哈哈哈 这个电容器如果量出来的数据 大于它的标示额度的话 基本上是算好的 标示15μF 这边量到这13.97 基本上还是可以用的 好这旁边还有一颗4.7μ的电容 我们来试一下 好我们这边测到的数据是4.82 所以这个电容也是OK的 好换一块板子来试试看 4133μ的 4133μ的 试一下看多少 这种自动表有点慢 好破表了 这状况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个电路板上面的电容量太大 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这个电容短路 如果不能确定的话 如果不能确定的话 我们把它拿下来 要探索这个又要回到电路的问题上面 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等一下海贱王 你只拿一只三用电表 就要一秒完到底喔 不然我拿电容表来做确认好了 好奇怪呢 Ben为什么要逼我拿出新玩具呢 这个最近新买的玩具 电容表 都还没有拍开箱 好这一颗标示33 量出来31.4 换三用电表量是31.81 那电容都拔掉了 电路板上有多少呢 等他一下喔 正在充电有点慢 你看又破表了 OK 这个就是电容器呢 在线量测的盲区 所以这个电容跟大电容并联 或是跟很多电容并联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状况 喔还有他如果内部短路也是这样喔 所以说基本功只能修到50%啊 假如你跟海贼王一样 50%的胜率没有办法满足虚荣性 而不是是求知欲的话 那就只好多练习多读书 多试几次保证成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阻 就跟这张图一样电阻的种类很多 但是其实上面都是有标示的 如果不想去记这些东西的话 拿一只手机就可以查出来了 你看去Google一下这种电阻射码计算器 然后按照他的射环给他key下去 答案就出来了 啊我们其实不一定要用这个版本的啊 但是基本上都大同小域 依照这个电阻的射环呢 防止沉金给他key下去 来我看一下 47K 误差5% 有没有 那接下来怎么看呢 只要量出来的这个电阻值呢 比我们刚刚查到的小 那基本上就是好了 有没有 46.86K 啊这个4R7就是4.7欧姆的意思 这种问题一样去问手机问电脑就好了 好现在这边有两颗680欧的贴片 来我们量一下 我一直有339呢 另外一个也是339 小于680对不对 所以这个电阻是好的 因为这两颗电阻是并联在一起 有没有头尾相接 标准并联 诶海贼王我听你在讲 又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我现在表演给你看 10K欧姆的对不对 这边有一排10K的 我们慢慢量 9.77 9.9 6.37 9.86 7.75 这里还有7.73的 其实这些都是好的 我把7.73这个剪掉给你看 剪掉之后这个电阻就变无限大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剪掉之后这边可以量到多少电阻 好32.32 然后你用并联的公司去反推的话 这一颗电阻就是10K 对 把这些练习完之后呢就可以试试看去开一个海盗王维霍兰channel 哈哈哈 不要不好意思啊我的影片好像都已经被搬走了 我们只用了一支山用电表就一路走到这里来了 那么这些基础知识对集体电路有用吗 其实是可以的 那要怎么使用呢 让我们看下去咯 哇塞半导体也好高端哦 没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最单纯的半导体呢就是二G体 然后那个电啊只能这样流过去不可以流回来 叹叹 欸那什么配音啊认真一点啊 哈哈哈哈 记住哦是从P到N半导体就这一招而已 你看电流反向是回不来的 然后呢再记得一件事情 正向电压的压降是0.6B 那逆向不导通电阻是无限大 然后在现实生活中它是长这个样子 有没有这个整流二极体你一定有看过 这是稳压的基纳二极体 一样这样子量就可以了 这边有画线环的地方呢是负极 好了我们准备实战咯 来我们再记一下 顺向压降0.6B 顺向电阻10K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顺向电阻8.32K 逆向电阻2M 来再来量一下顺向电阻 8.31K A 逆向电阻量测 2M 一个M呢是100万欧姆 当作无限大吧 现在只用二极体档位量压降 顺向电压量测 0.2 代表双边倒通被击穿了我们量下一颗 逆向 0.5 正向 0.2 所以这一组二极体电桥已经故障 一组二极体了 然后这三颗二极体呢是好的 我们来试试看 逆向 无限大 顺向 0.57 逆向 无限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电晶体 其实我们可以把电晶体简单的视为串联两颗二极体 正电只能从P流向N 所以呢三只脚六种组合 1221 1331 2332 有两种组合导通 它就是好的 电阻测试 好来一个 两个 已经有两脚导通 所以基本上是正常的 这种方法是在没有任何参数的时候做初步的测试 接着我们用二极体的档位来做测试 瞬下压降0.55一个 0.55两个 其余接不倒通 所以预判这个电晶体就好了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 运用在晶片上 这里有一颗纹压二极体 逆向压降2.2 瞬向压降0.59正常 逆向1.9 瞬向0.59正常 来我们直接扫晶片 并没有低于0.6太多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它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它是正常的 好像用二极体档位来看这个晶片 压降0.3很低哦 来这边不到0.1几乎倒通了这个晶片已经烧掉了 这个三角不知道是稳压还是电晶体 封名档显示都已经短路了 这边电容也短路了 芯片也呈现短路的状态 这个就是海贼王精简摘精简浓缩 多战浓缩的电路板简易判断 这样子你看懂了吗 什么 你还是有一点疑问哦 那你就常常来听阿伯说故事好了 没有关系 多试几次保证成功 如果你没有时间试的话 订阅海贼王 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 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左上角还有海贼王的英文台有空 一定要过去逛逛哦